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实力狼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 古今被游屋困住 男孩帮他们回到大海的电影 人鱼童话2 在第一部中 杰西把威力送回了大海 他也在养父母家过得很幸福 而一天养父母告诉杰西 抛弃他的妈妈已去世 但给杰西留下了一个弟弟维斯 而且也要来这里生活 杰西很郁闷 自己只想要妈妈 不想要什么弟弟 维斯同样是在没有管教的家庭长大 没礼貌 还喜欢吹牛皮 这天养父母为了培养兄弟俩的感情 带着他们去海边的观金台游玩 巧的是 之前水族馆的管理员兰道夫 现在也是这里的观察员 老朋友见面自然非常高兴 而且兰道夫的侄女金发妹也在这里帮忙 看来这注定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杰西随他们出了一次海 并看到了成群的虎鲸 他们在海面上不断翻腾 这一幕简直美极了 而且杰西还看到了好朋友威力 杰西很激动 大声的喊叫着 但威力正在捕食 根本没看到他 兰道夫让杰西明天再来 而晚上杰西又到海边吹起了口琴 结果不小心把口琴掉进了海里 正郁闷时 威力突然钻出了水面 而且嘴里还吊着口琴 老朋友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真是让人开心 第二天杰西一个人来到了海边 正好金发妹也在 弟弟维斯也偷偷的跟了过来 在杰西的召唤下 威力突然冒了出来 这让金发妹和弟弟都看呆了 没想到人和虎鲸是好朋友 接着杰西跳到了威力的背上 骑着他在海里畅游 激起层层浪花 把人与动物间的和谐表现到了极致 威力看到后 也学着杰西吹起了口琴 结果却引来了威力的弟弟小不点 还对威斯一顿戏弄 同时金发妹也被杰西的勇敢深深的吸引 对他心生好感 他们一起在海里与威力尽情的玩耍 整个大海里都泥漫着爱情的味道 而一天晚上 一艘游轮未赶时间闯进了这个海湾 结果触桥搁浅 更严重的是 发生了原油泄漏 威力的妹妹露娜为躲避游屋 游到了浅滩上 也搁浅了 威力在一旁急的团团转 杰西和威斯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同时也看到了露娜身上的油污 杰西马上让弟弟回去叫人 不久大伙便赶了过来 他们试着把露娜推进海里 但露娜却不敢向外游 因为她的肺部也吸入了石油 很快 虎经被困的消息便传开了 警察和医生都赶了过来 但威力却不让医生靠近妹妹 于是杰西故意引开威力 并让她做出示范动作 而露娜也同样会跟着做 所以医生顺利的给她进行了治疗 但不久后 露娜再一次的搁浅 威斯也想去帮忙 却因年龄太小被赶走 一气之下 威斯决定离开这里 为了让威斯早点好起来 蓝道夫带着杰西上山去采了草药 配置出印第安人古老的药方 分别给威力 还有弟弟妹妹们涂上 总算有了效果 而威斯在一家餐厅里正好听到 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眼镜哥 和一个水族馆的人 正在商量以治疗的名义把露娜给卖了 威斯德之后马上跑了回去 告诉了哥哥 而这时 海湾里已拉起了浮网 要把虎精调走 杰西连忙上前阻拦 并气愤的把眼镜哥推进了海里 威力也冲上海面推翻水族馆的小船 接着 杰西开着快艇带着威力向大网游去 并指挥威力腾空跃起 把大网压坏 当大家为虎精成功逃脱而高兴时 游轮却发生了爆炸 并点燃了海面上的油污 威力和弟弟妹妹还算机灵 他们潜入水中躲过了大火 而杰西和金发妹还有弟弟却被大火困住 眼看大火越烧越近 在几人要绝望时 救援队赶了过来 杰西让金发妹和弟弟先走 最后 杰西被吊起时 却出了意外 他又吊到了水里 还一直往下沉 这时大火已烧了过来 直升机只能飞走 紧要关头 威力又游了回来 他驮着威力冲出了火海 看到这一幕 众人也是非常的激动 杰西上岸与威力深情道别 并指挥他快离开这里 回到妈妈身边 经此一劫 杰西与弟弟维斯坚已没了隔阂 其实 杰西何尝不再想念着自己的妈妈 影片的最后 威力与家人又快乐的在海里畅游 这一幕温馨而又感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